现在开发者工具上面会出现一些错误 提示不能够加载一些媒体资源 这个是开发者工具本身的问题 以后应该会得到修复 按一下图片 应该会播放视频 但是开发者工具的模拟器的上面没有播放视频 这也应该是工具本身的一个bug 因为我在手机上试的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一个小bug是我的失误 你会发现按了这个图片以后 在控制台上面会出现 Pages, Stories, Show这个页面还不存在 这个页面现在的确不存在 我们会在后面的视频里面去创建一个 不过这里我不应该让这个视频还有图片 包含在Navigator这个组件里面 因为我想让用户按了这个图片以后 直接去播放视频 不用打开这个视频的详情页面 打开故事里面一面的视图 找到这个Navigator组件 这里我们只让它去包装一下 项目上面的这些文字内容 再到模拟器上面去试一下 现在按一下这个图片以后 就不会再提示找不到页面这个错误了 只有在按一下下面这些文字内容的时候 才会出现 下面我们再一起去创建这个页面 事件 então 请问参考